欢迎收看小高 当张长宁从伤病中再一次返回中国女排的时候 绝大部分球迷都为这个老将的努力点赞 不过还是有很多球迷认为 张长宁的举动只是为了能够蹭上奥运会 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 在奥运会之后 张长宁肯定会退役 老话说事实是最好的打脸工具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29岁的张长宁并没有退役 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本选择退役 张长宁继续选择征战了全锦赛和女排联赛 张长宁用自己的举动告诉所有球迷 自己对于排球的热爱 张长宁有多热爱排球呢 当你看到29岁的张长宁 为了江苏女排开始放弃主攻的位置 开始尝试转型 你就能够感受到张长宁内心对于排球的炙热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回归江苏女排之后 为了丰富江苏女排的打法 为了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 张长宁先是尝试 在接应的位置上进行转型 之所以选择接应 是因为龚翔宇是中国女排和江苏女排的接应首选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没有太多的替补 如果张长宁能够完成转型 未来我们就多一个选项 而相对接应位置 更多是在训练的时候客串 张长宁在近期也是真实转型 尝试了全新的位置 那就是自由人的位置 尼非凡的受伤 江苏女排自由人位置上 出现了人员短缺的情况 主教练施海荣 并没有借助这个机会 让年轻球员去磨练 提升江苏女排自由人小将的提升 反而将这个机会给到了张长宁 转型自由人 195公分的自由人 将是世界排坛最高的自由人 面对球队的要求 张长宁官宣决定转型自由人 在对阵上海女排的比赛中 张长宁出现在了自由人的位置上 张长宁的决定 也是让很多球迷意外 甚至很多球迷觉得自己看错了 可是张长宁却勇敢的开始尝试了 尝试自由人的决定 显然这是江苏队所批准的 而张长宁勇于尝试转型的决心 也让龚翔宇等人期待 如果未来张长宁可以出现在 自由人 基硬 主攻三个位置上 张长宁还是很有机会 继续回归中国女排的